看到养生就想买单 现代人呢 都很注重健康 老年化多了 生的孩子少 年轻人少 那么老人们呢 渐渐的失去了 很多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第一 是轮回的观念 因为好像一辈子就这么一次了 我死了再也没有了 所以他心里就害怕了 第二 很多古代经典的 道义 中义 民族土方 一些遗书 没有了 全部接近于现在的 西方暴力医学 受西方思想影响了一系列的 额民产物全都带过来了 把人当机器 花钱受罪不去根 但是 负作用大 企业哥 不能回复 打伤元气 甚至到了最后 很多还在做手术 上不齐 真的是上不齐 什么都没有 到最后 所以留一点 留很多养老的钱 都是为了治病 在这儿 在这儿 看到大家都这样 怎么办呢 提前保健吧 那又是一些西方的合成物 保健品 出来 我总比治病好 吃吃吃 本来吃的就够多了 够杂了 没病又吃出一身病了 那也很麻烦 吃管不管用 管用你得会吃 你不能乱吃 你看什么是主食 那食材 我们平时主要吃 那副食品 再好 也是辅助性的而已 你哪怕没有主食跟得上 这命就有得饱 这一些药品呢 那都是有毒性的 就连中医 你看就是草根树皮嘛 中药 那都是不能常吃的东西 那是以毒攻毒的 过去的中药是叫毒药的 是这样叫的 那没办法 偏激性太大了 你只好拿另一个片 来抵消它 抵消得好 可以 但是也有损伤的 伤敌一千四损八百 其要就更不要说了 副作用更大 它不是自然界的东西 不能被自然界很快的消耗掉 你人体也是小宇宙一样的 这当中的原理我们就不说了 它很多是好的坏的细胞一起杀 那怎么办呢 你平时要是注意 就不会到了晚年 身体太差 除非是累的不行 环境 所迫 而不是你个人的欲望 那老天都会 同情你一遭 你又不行 所以救得好死也不一定说身体就一定要健康 这个疫情一来又给大家吓得万死 没死的也吓病 后疫情时代经济又不是很富裕 因为人们对这些真的是手足无措 我自身作为一个久力病难的一个小道医 我还是有全力说